我不懂為什麼不能做夢 他去大巨蛋可能很難看 沒有人 可能 人數很少 那地方太大了啦 他去大巨蛋 他啦他啦他啦他要去大巨蛋 我不懂為什麼不能做夢 好像意見分析 沒問題啊 他唱他的我唱我的 他去大巨蛋可能很難看 沒有人 人數很少 那個地方太大了啦 我沒有一定要再大巨蛋沒有 我只是說看有沒有可能 真的有可能我們就 我們就去辦嘛 如果真的那個公司也覺得有冒險性 那我們還是做小巨蛋啦 或者是比較小的場地 OK我沒有問題啊 就是可以啦可以做夢啦 但是我跟你說 我們還是要有一點 我們還是要有一點點那種 自知之明啦 我們拿來勇氣對不對 誰給你的勇氣 就算台下有兩萬個人 也很難看啊對不對 所以還是要有一點自知之明啦 你說三四萬 還可以 但是你說十萬 我覺得哇有一點 先不要 先不要想吧 為什麼不能做夢 為什麼不能做夢 我不懂為什麼不能做夢 不要再弄 不要再做夢 現在我被罵了 我們都沒有表現出來 也沒有講出來 但是我認為會 我跟演資林唱我都會覺得 哇他這邊唱得太好了 不行 我在某一個地方我一定要 有一個跟他差不多好的地方 大家應該都還是有在比較 因為他有幾個轉音啊 或者是高音 我覺得哇 你是故意留給自己的吧 這樣 好像製作人也是他找的嘛 所以他們是不是講好說 這個不要讓他們唱哈 這一段不要讓他們唱 讓我唱 雖然是開玩笑 可是我覺得 大家一定會有 互相比較 我們這樣跟姐姐一起比較 互相比較 我覺得都是好事情 會把歌弄得越來越好 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都是 良性的好競爭 30週 太久了 是真的太久 那時候已經不紅了 要有人答應啊 對不對 才有可能往下彈啊 如果他不答應的話 我就找林俊傑